如月节前的前六天 耶稣来到白达尼 就是拉扎禄居住的地方 耶稣曾在那里使他从死者中复活 有人为耶稣预备了延迹 马以大在那里招待 拉扎禄及其他的客人与耶稣同席 这时 马里亚捧着半公升昂贵的纯正纳尔多香液 倒在耶稣的脚上 并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屋子里就充满了香液的气味 加略人尤达斯 这个将要出卖耶稣的门徒批评说 为什么不拿这香液去卖三百块银钱 好接济穷人 他说这话 并非关心穷人 只因为他是个产 掌管钱袋 及常偷取里面的存款 于是耶稣说 除他吧 他留着这香液 愿是为我下葬那天容的 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在一起 但你们不会一直有我 有大群犹太人听说耶稣在那里 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 也是要看看他从死者中复活的拉扎禄 因此 纵司制掌决定连拉扎禄也杀掉 因为很多犹太人 为了拉扎禄而离开他门 信了耶稣